今天我想要合并 我们之前学过的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family 家人 一个就是number 数字 你自己想一下 一旦家人全部都集中起来 为了一个数字 这一般是个什么东西呢 啊 就是今天的话题 生日 birthday birthday 我们一旦聊到birthday的时候 我们应该脑海中 第一个能想到的东西 就是一个生日派对 是不是 那派对这个词 英文就叫party party 一旦我们聊到birthday party的时候 我们也要聊到birthday 礼物 对不对 那么礼物 英文就叫present present 如果是你的生日 你过生日 那人家应该给你送礼 对不对 所以从你的角度呢 你会收到一个礼物 这个英文我们可以用get 来代表 get就是得到的意思 get a present 如果今天不是你过生日 那你得给人家送礼物啊 那这个我们叫give give 这就是给的意思 give a present 那我们一般把礼物 交给人家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是给你的 英文我们就不会用give you 当面说的时候 我们会说this is for you for是一个很常见的戒词 它的意思就是为了 为了谁 为了你 那这个礼物是为了你的 我拿出这个礼物 然后就跟你说 这个present是for you 是给你的 那除了birthday present以外 我们也有birthday 蛋糕 蛋糕英文我们就叫cake cake 蛋糕上面我们也要放一个蜡烛 蜡烛英文我们就叫candle candle 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蜡烛的流程 首先我们要把它点着 那点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个火柴 这个英文我们叫match match 点着了之后呢 我们得许个认 那这个英文叫wish wish 然后最后呢 我们得吹蜡烛 那英文吹是blow blow 行 那我们有birthday party birthday present birthday cake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生日气球 气球英文就叫bally balloon balloon 那气球也是要吹的 所以它也会牵着到blow这个词 blow a balloon 好的那我们今天该学的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呢 尽量在一句话用上多个单词 比如 I blow a balloon for my birthday party 你想我用了blow balloon for birthday 和party 五个词在一句话里面用上了 你要是用这种方法复习的话 这些新单词是忘不了的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想要接着我们上次聊家人的这个话题 family 家人 人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去掉 我们就留下家 对不对 那家 英文 我们就叫home home 那家 home 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心理的概念 它也有可能就是你住的地方 比如一个房子 那英文房子我们就叫house house 那房子外面经常就会有一个大门 大门英文我们叫gate gate 你进了大门后呢 也会有草坪 会有个院子 那院子英文我们叫yard yard 那在院子里我们经常也会种花 那花英文我们就叫flower flower flower 我们穿过这个院子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这个房子的窗户 对不对 那窗户英文叫window window 我们走到房子之后呢 我们要通过门进去 对不对 那门英文我们就叫door door 门经常也会有一个锁 也可以把它锁上 这个英文我们叫lock lock 如何解锁呢 我们需要一个钥匙 那钥匙英文叫key key 好的 那我们用一个key把这个lock打开了 我们就可以进这个door 进去之后呢 我们很有可能遇见到楼梯 stairs stairs 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的爬上楼梯的这个台阶叫什么呢 这个叫step step 爬到二层后 我们到一个窗户 往外看 看到后院子里面有个什么呢 游泳池 那游泳池英文我们就叫pool 你的房子就叫house 然后你房子剩下的这些部分 比如游泳池啊 院子啊 甚至院子里的花 我们都能叫你的家 那这个就是home 然后我们需要跟人家说具体的地方 我们就会给一个地址 对不对 那地址英文我们就叫address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 要尽量在一句话里面用多个单词 比如 我的房子既有个院子 也有个游泳池 你也可以用上之前学过的单词 比如数字 我的房子有两个窗户 和一个门 这样练习才高效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接着学一个非常重要和普遍的话题 这个就是学校 学校英文我们叫school 那么在学校内 我们会把所有的学生分成不同的班 对不对 那这个就叫class class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需要做很多的事 这些事呢 英文其实我们就叫工作 虽然你不是通过它赚钱 可是它也是你的工作 那工作这个词英文叫work work 为了去分开不是你上班的工作 而是学校的工作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词合并变成school work school work 那你在学校做的工作 跟你带回家的作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个家作业叫什么呢 英文我们就叫home work home work home大家应该记得是家的意思 那作为学生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工作给完成 对不对 那完成英文我们叫complete complete 你得complete你的school work 你得complete你的home work OK 那我们跳回去到class 班或者班级的这个词 class呢 有很多可以搭配的词 比如 他们都是需要被教的 对不对 那教这个词我们叫teach teach 与此同时每一个班都是以年级分的 对不对 那年级英文我们叫grade grade 一般一个年级会持续两个学期 是不是 那一个学期我们英文叫term term 每一个班都有很多的同学 那同学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会叫班朋友 那班是class 朋友英文我们可以说mate M-A-T-E 那这样就变成班朋友 classmate 这就是同学的意思 然后最终我们还有大家需要穿上的衣服 校服 这个英文我们叫uniform uniform OK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你们复习的时候最好是造句 一句话用多个单词 比如 I complete my homework 我的作业已经完成了 或许我们也可以用上我们之前学过的别的单词 比如 My homework is in my house 我的作业在我屋子里 哎呀 OK and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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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